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工联会为打工仔争取权益 亦一直关心会员及市民的健康需要 今年推出2024全民费健康推广运动 作为工联心、加国情 共和国庆7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7月20日在工人俱乐部九楼礼堂 举行首场活动及启动礼 近200人出席 场面热闹 活动是由工联会主办 工联职安建协会 工联会工人医疗所协办 出席启动礼的有 卫生署处长林文健医生 工联会理事长立法会议员王国 工联会副会长马光瑜 工联职安建协会主席林淑宜 工联会工人医疗所行政总监徐美慧 阿斯利康 香港有限公司品牌经理 王家文 香港物理治疗师协会主席 陈王怡 香港都会大学 护理及健康学院 物理治疗学系高级港师 修行业 工联会副理事长 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陈永恩 一同在啟幕礼上 为这一项千人计划 揭开序幕 今次我们特意安排肺健康的检查 找到相关知名人士 为我们的工友 为我们的街坊 进行肺健康的检查 如果能够及时发现问题 能够及早了解自己健康的情况 如果有任何问题 能够及时处理 我们说病向前中医 我们希望加强疾病预防的工作 能够及早发现身体上存在什么问题 令到我们市民的身体 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长寿 我们很多谢香港工会联合会 今次主办了一个 全民肺健康的推广活动 因为肺病在香港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的议题 包括肺癌、肺炎 都是在头号的杀手病之列 而要做好肺健康的推广 必不可笑 就要靠工联会 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我们今次工联会 搞这个75周年庆祝国庆的 一个大型健康全港性的肺健康检查服务 是希望鼓励我们的全港市民 我们的打工仔 共同一起关心自己的健康 而去年我们工联75周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搞了一个神西茶的活动 是过千人的 亦都是全港五区 搞了很大型的一个推广活动 非常之受欢迎 所以我们今年再接再来 共同推广健康 活动邀请了 提供免费肺功能催起测试 以及获取参考报告 参加者纷纷表示 很高兴能够参与工联会 举办的这一类型健康推广活动 令自己更加重视身体健康 其实都很好 听说去年有个神的检测 因为错过了 今年一看到有些资讯 搜Whatsapp 即刻试报名 还有这些时间 星期六都很好 不会阻挡大家时间 将来会继续参加 有些会继续参加